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 今天呢,查到了法庭上的记录 法庭上呢,就是加拿大的检控官,他是代表美国的检控方的啊 他这个发言呢,是代表美国检控方 对孟晚舟的这个检控的全部内容 下面呢,我给大家呢,读一下 这个检控内容啊,我一个字不落的,给大家读一下 读完了以后呢,你会看到,实际上呢,美国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这个华为啊,他们还确实是呢,自作聪明,做了很多事情 现在呢,我就给大家读一下 孟晚舟英文名Cathy Meng,或者Sabreda Meng,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华为依据中国的法律运营,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提供商 孟晚舟是中国公民,其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 除了是CFO,她也是华为的副董事长 她还在多家华为子公司中担任过或正在担任职务 孟晚舟也曾于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前后 在总部位于香港的Skycom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Skycom担任过董事 Skycom2009年和2010年的财务报告显示 Skycom的主要业务是投资控股 并担任于伊朗签订的合同的承包商 根据美国当局调查所获得的信息 华为将Skycom作为非官方的子公司运营 以此开展在伊朗的业务 同时隐瞒了两家公司间的联系 华为用这种方式隐瞒了它在伊朗境内开展的 以及与伊朗有关的业务信息 而这一块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区域 根据Skycom前雇员的陈述 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 Skycom都和华为关系密切 例如Skycom的雇员用华为的电子邮件地址 有华为的徽章 在伊朗工作的人员根据不同的业务需要 使用不同的文具 包括华为和Skycom的都有 Skycom在伊朗的领导层是华为的雇员 文件显示多个Skycom的银行账号 是由华为雇员控制的 这些雇员2007年至2013年间是账户的签字人 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调查到的 我感觉华为这内部应该有内鬼吧 没有内鬼这些怎么能得到呢 除非是他们就是黑入华为的系统 对不对 好 接着读 文档和电子邮件的记录显示 被列为Skycom经理的人员是华为的员工 Skycom的官方文件包括几份备忘录上面有华为的商标 就是华为的那个logo啊 他们的备忘录上面都有华为的logo 对吧 Skycom的官方文件上面有华为的logo 这个华为应该是怎么解释呢 电子邮件通信和其他的记录显示 所有被确认的Skycom的业务使用的都是包含 at.wav.com的电子邮件的地址 文件显示 据传2009年收购了Skycom的一家 先前被认为并不相关的实体 事实上也是由华为控制的 直到2014年前后 那个华为不是说呢 华为在Skycom里面的股份是卖掉了吗 购买它这部分卖掉的股份的也是华为的公司 美国当局获取的交易记录和其他文件进一步显示 华为把Skycom作为非官方的子公司来运营 目的是为了在伊朗开展业务 同时隐瞒起了Skycom与华为的关系 此外 调查的记录显示Skycom被用来为伊朗主要的电信公司经营电信业务 孟晚舟临时逮捕请求书 美国当局的调查显示 孟晚舟和其他华为代表 共谋向众多跨国金融机构做了虚假的陈述 包括一家在美国开展业务的全球性的金融机构 以下简称金融机构一 虚假陈述的内容涉及华为的业务 重点是华为在2009到2014年间对Skycom的控制权 具体而言 孟晚舟和其他华为代表 在华为和Skycom关系的实质上反复撒谎 隐瞒了Skycom作为华为在伊朗的附属公司运营的事实 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从跨国金融机构处继续获得银行服务 他这个经营活动是需要银行的呀 这里面所指的这个金融机构一呢 就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呢 之前因为他们的不当的经营活动呢 被美国也罚了大量的款 还记得吗 那他们掌握的这些情况呢 应该是从汇丰银行呢 被调查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是获得了一些信息 这些虚假陈述的动机 源于华为需要通过国际银行系统 将资金从受美国或欧盟制裁的国家 如伊朗叙利亚和苏丹转移出去 美国和欧盟的法律体系多次实施制裁 禁止向伊朗提供美欧的服务 括号银行服务 如银行服务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华为这样在受制裁国家开展业务的公司 经常需要依靠美元结算交易 通常通过美国或欧元结算交易 通常通过欧盟国家 从受制裁国家转回收入 华为曾是金融机构一 和其他受害机构的客户 华为与金融机构一 进行了大量的国际银行业务 包括美元结算交易 涉及的包括金融机构一 在内的金融机构都有相关政策 不与总部在伊朗的客户进行交易 也不通过美国处理与伊朗相关的交易 以免承担美国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针对银行就这些内部政策进行的 禁止调查 孟晚舟和其他华为代表反复表示 华为不控股Skycom 也不会利用金融机构一 来处理任何与伊朗相关的交易 他们的这个经济制裁呢 不光说你不能跟他们去做一些个交易 不能做那些买卖呀 提供服务这些交易 其中呢为这些做生意的这些提供银行服务的这些银行 他们也是有要求的 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想起来了 我曾经有一个客户呢 他曾经是想在美国开一个账号的 他就想呢 他就想呢把国内的钱呢 换成美金存到美国的账号里面 而不是存到加拿大 但是呢 当他到美国去开设那个银行账号的时候 就被美国的银行盘问 说你这钱呢 从哪来的 当时呢 其实都不知道哪句话说的不对了 然后呢 让那银行呢 他就会觉得有一点可疑 他有可能会觉得说 你这个说不清楚 你是不是在中国呢 是一个贪官之类的 我就觉得呢 他们有可能是怀疑呢 我那个客户在中国是贪官 所以呢 他们也不说呀 他不说这话呀 然后呢 他直接就说 说我们不feel comfortable 跟你do business 然后呢 就拒绝给他开这个账号 因为孟晚舟和其他的华为代表 向金融机构一和其他的金融机构 虚假陈述了华为与Skycom的关系 这些受害的银行机构 被诱使进行了原本不会发生的交易 结果 他们违反了银行的内部政策 并有可能因此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法案 面临着罚款和被吊销资格的风险 注意 华为与Skycom的关系 包括通过欧元区 国家金融机构的往来账户 结算了数亿美元的交易 实质上 这些虚假陈述使金融机构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使他们无法判断出进行某些交易的真实风险 并根据这些真实风险做出判断 也使他们无法判断与华为这样的银行高风险客户 进行交易所冒的声誉风险 这个他们银行跟你做这个生意的 给你提供服务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详细的询问 那呢 根据这段叙述呢 就说明华为啊 在跟银行之间 这个使用银行服务的时候呢 跟这些银行没有说实话 我刚才都说了 我那个客户呢 跟银行是实话实说的 然后呢 他们有疑问 他们不feel comfortable 他们就不给你做这个生意 你还别说你跟他撒网了 他们这个华为呢 看来他为什么冒这个风险做这些生意呢 他们从伊朗 跟伊朗做生意呢 他们的收益实在是太大了 是数亿美元啊 不是说一星半点 看来他们是呢 经不住这个诱惑 经不住这个金钱的诱惑呀 做出这些不断的 不当的行为 例如在相关的实现内 金融机构一 正因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而接受调查 之后达成了延迟起诉的协议 并可能因为违反了上述的法案 括号处理了华为在伊朗的交易 而面临着刑事处罚 这是近期呢 在网上 在中文的媒体里面 有人就透露出来了 关于这汇丰银行的这件事情 根据孟晚舟和其他华为代表 所做的虚假陈述 金融机构一及其美国的子公司 在2010年至2014年前后 通过美国结算了超过1亿美元 与Skycom相关的交易 许多相关的虚假陈述 都是直接回应路透社发表的一系列 描述华为如何控股Skycom的文章 这些文章还指出 Skycom试图违反美国的制裁法案 将美国制造的计算机设备进口到伊朗 一篇路透社的文章报道说 孟晚舟担任Skycom的董事会成员 已经数年 华为针对这些文章发表的声明中 否认了控股Skycom和违反法律 根据与华为开展业务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信息 路透社的文章发表以后 包括金融机构一在内的数家机构都询问了华为 路透社文章中提及的 关于控股Skycom和与伊朗开展业务的指控 是否属实 作为对问题的回应 华为的官员和高管们在公开场合以及私下沟通中 都对银行高管做了一系列的不实陈述 重点否认了华为控股Skycom 并宣称华为没有违反美国的制裁法 而如果他们如实回答的话 那些银行是不会给他们提供服务的 如果不给他们提供这银行的服务 他们的业务就没有办法做 例如路透社的文章发表以后 金融机构一要求华为就其与Skycom的关系 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并做出澄清 尽管在2013年8月前后 这些询问并不是针对孟晚舟本人的 但她安排了一次与金融机构一高管的会面 这次会面中 她对金融机构一的这位高管做了一些虚假陈述 看来这孟晚舟呢 并不是说就因为她是任正非的女儿 而这次呢逮捕她 并不是说这是华为的公司的行为 与孟晚舟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孟晚舟是任正非的女儿 而逮捕她 她确确实实在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会面中孟晚舟安排了一名英语口译员 介绍方式是PPT推介 孟晚舟表示用口译员是为了更确切的描述自己的意思 会议之后 金融机构一的一位高管 希望能得到孟晚舟所用PPT的英文版本 孟晚舟亲自安排在2013年的9月3日前后 把这份文件 递交给了金融机构一 这份PPT包含了大量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 内容涉及华为对Skycom的所有权控制权 以及华为是否遵守了美国的相关法律 例如孟晚舟说 华为在伊朗的运营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联合国美国欧盟的制裁法案 尽管事实上Skycom利用美国金融系统 进行了严令禁止的与伊朗的交易行为 就是说这个孟晚舟的这句话就说明了 她知道那些个法律法规她应该去遵守 但是呢 美国认为她没有遵守 孟晚舟说 华为与Skycom进行的是普通的业务合作 华为通过合规的贸易机构和程序 要求Skycom做出承诺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口管制要求 然而 如前文所述 华为不是和Skycom合作 华为完全控制着Skycom 孟晚舟说 华为曾经是Skycom的股东 我曾经是Skycom的董事会成员 持股和进入董事会都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我们的合作伙伴 帮助Skycom更好的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 然而 如前文所述 Skycom没有雇员 是接受华为管理的 Skycom的雇员就是华为的雇员 就是他们玩的一个手段 这个Skycom呢 是他们对外声称是一个独立的公司 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的公司 孟晚舟说 由于Skycom没有完善的流程和组织 所以董事会的监督是唯一保证其贸易合规的方法 持股和指派董事会成员可以帮助华为更好的了解Skycom的财务业绩和经营表现 并加强和监督Skycom的合规性 如前文所述 即使是在孟晚舟担任董事期间 华为也没有监督Skycom的合规性 Skycom的雇员实际上都是使用华为电子邮件的华为员工 不过仅凭一个使用华为的电子邮件呢 也不能断定就是华为的员工 华为也有可能说我们授权他们可以使用我们的电子邮件 孟晚舟说 华为已经卖掉了其在Skycom的所有股份 我也辞去了董事职位 如前文所述 这个声明极其误导 因为华为将其在Skycom的股份 卖给了一家同样由华为控制的公司 孟晚舟不仅本人做出来了相关陈述 而且在书面以及对金融机构一高管的口头陈述中 都使用了第一人称我 这表明她本人知晓 有关这些陈述的真实情况 在孟晚舟做出相关陈述后 金融机构一的几个风险委员会 部分基于她的虚假陈述 决定继续开展和华为的银行业务 例如2013年的11月前后的一份简报称 华为证实了Skycom是其商业伙伴 并与华为在伊朗有销售和服务上的合作 会议纪要显示 华为告知金融机构一 其在Skycom的股份已于2009年售出 孟晚舟也已于2009年4月辞去了Skycom的董事职务 委员会同意维持与华为的合作关系 2014年2到3月前后 风险委员会的简报中也有类似的声明 所有委员会都采信了孟晚舟的声明 没有一家委员会 就华为与金融机构一的合作关系 采取了不利于华为的行动 金融机构一的一位高管表示 金融机构一的风险委员会决定和华为维持合作关系 是因为华为出售了Skycom的股份 而且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也不再担任Skycom的董事 这位高管补充道 如果华为事实上没有把Skycom卖掉 这件事情足以让其所在的机构 与华为的合作关系划上休止符 所以呢孟晚舟 她跟这个汇丰银行说的那个 把那个卖掉 如果是假的的话 她就是欺诈 她欺诈就是从这来的 而且呢这里面牵扯的不止一个银行 所以说呢 她这个欺诈是几个指控 而每一个指控呢 都会up to 30年 最高刑期 30年 2015年4月15日前后 金融机构一的声誉风险委员会 在纽约召开会议 讨论是否向华为在美国的一家子公司 提供银行服务 会议上 有人把孟晚舟 关于华为出售Skycom的声明 以及其他一些信息 提交给了委员会 该委员会拒绝向华为的 美国子公司提供银行服务 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 看来这个银行提供服务啊 他们是 也许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的规范的 不是说你到我这开户呢 我就是举双手欢迎你 孟晚舟个人的虚假陈述 只是共谋捏造华为 与Skycom关系的一部分 其他华为雇员和代表 也对金融机构一 及至少三家不同的国际金融机构 做出了类似的虚假陈述 例如来自其中一家 金融机构的声誉风险报告指出 华为表示Skycom是一个 香港本地的业务伙伴 与华为没有进一步的联系 一些虚假陈述 在美国国内和国外都有散布 就是说它的影响还是很大 散布的面很广 身份 孟晚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出生于1972年2月13日 据信居住于中国 她将于2018年12月1日星期六 乘坐国泰838航班 抵达加拿大的温哥华 转机飞往第三国 据信是墨西哥 预计她将抵达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时间 在太平洋标准时间上午11点半 孟晚舟持有的是香港护照 护照号码为KJ0403962 附在临时逮捕请求上的照片 是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公开的网站上获取的 网站称她为孟晚舟 括号Sabrina Meng女士 担任华为的副董事长及首席财务官 事件紧急 美国最早于2018年11月29日 获得了孟晚舟将飞往加拿大的信息 美国当局相信综合各方信息判断 除非孟晚舟2018年12月1日在加拿大转机时 被临时逮捕 否则基本不可能有逮捕她 保证她在美国被起诉的机会 美国和中国没有印度条约 而孟晚舟作为中国主要实体企业之一 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及创始人之女 拥有很多资源 她有无限期逗留在美国境外的能力 这个是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说了 他们美国一定是订了她很久了 一定是她一买机票他们就知道了 这是他们很难得的机会 美国当局相信 大约在2017年的4月之后 华为觉察到了美国对华为进行的刑事调查 当时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 接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 要求了解和华为在伊朗业务有关的 所有生产及各方面的信息 从那时起 华为的高管就开始改变形成 不再途经美国 尤其是包括孟晚舟在内的华为最高层 完全终止了赴美行程 2014年到2016年孟晚舟多次赴美 2017年2月末至3月初 她最后一次赴美 之后孟就没有到访过美国 此外另一位华为高管 2013年到2016年间至少四次赴美 但那之后 也没有到访过美国 就是美国对他们的这个行踪啊 监视的很密切啊 都了解他们 都在盯着他们这些年以来 所以呢 这次到温哥华来抓捕他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 并不是说想起来 哎我今天要抓他 他现在在哪 在温哥华好 我去去抓 他不是这样的 他们想抓他已经很久了 8月份的已经是那个拘捕令 美国的那个纽约法庭 已经出具了那个拘捕令 就等待时机 这回他是机票呢 一定他的行程一定 他们就知道了 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 是华为内部有内鬼吗 还是说他们那个通过科技手段 他们还说这个华为的系统呢 有安全隐患 华为呢能够窃取别人的 对别人是威胁 现在看来呢 华为也没有什么防御的能力啊 好 以上呢 这就是加拿大的检察官 他代表美国的检察官的一个发言 全文 通过这个全文呢 你可以如果没听清楚的话 可以反复的听 我觉得这里面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孟晚舟呢 听了这个应该是细思极恐啊 我相信孟晚舟呢 她在开庭的时候呢 她对这个全英文的这个发言呢 她应该是 应该不会是融会贯通 她的英语应该是没有那么好 我不知道法庭上有没有给她配翻译 好 这次视频呢 就跟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